马来西亚马六甲三场 慈祭岁末祝福 共2337人来参加 马来西亚日前遭逢了 相当严重的水患灾情 而马六甲幸免 身居福地要造福 志工们就分享了 到灾区震灾的感受 触动了民众的觉醒 也任领了主统回家 要做善事 慈祭马六甲崩会 举办岁末祝福 三个场次 凝聚2337人的善念 2014年 是一个多难的一年 希望今天岁末祝福过后 2015年 马来西亚将是一个 更好的一年 我去了第一间屋子的时候 第一个灾民 他看掉了眼睛 告诉我说什么都没有了 投入东海岸水患震灾 无学力的哽咽 有一种力量 其实我们身为有福的人 就是要去帮周围的人 而听分享 眼观灾情 一位民众吴景雄 决定认领八个竹筒 这次我们面对这样的水灾 是时候我们反省 我们身心所做的一切 岁末祝福 浩大声势 都是爱 百万三年 吉祖元 祝福一二十三年 台湾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进入北京的小路 和遥过空也许可 永远不上